凤九等人再往外围走去 约莫正午时分 就将出这片结界时 凤九停下了脚步 看向了三人 我这话只说一次 你们可都记住了 我这人 最不喜欢的就是背叛 若有朝一日 让我知道你们当中 有谁背叛了我 那可就不是一个死 可以解决的事情了 听到这话 白晓当记道 公子放心 我绝对不会背叛呢 我也是 向华沉声说着 杜凡看向凤九 我这条命都是主子的 没有主子就没有我 这一生 我就是背叛谁 也不会背叛主子 见此凤九点了点头 对三人道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的身份吧 我名凤九 九等国凤凰皇皇朝的公主 除了这个身份 我还有一个身份 是诡异 目前呢 我在仙云休息担当 你们既然跟了我 对我的事情 也应该有一些了解 其他的事情 路上边走边说吧 等等 公主 这么说 你是女的吧 女的怎么了 他挑眉 腻了他一眼 不是不是 我只是想 原来你是女的 难怪老白一见到你 就赖上你不走了 走吧 他取出三枚玉牌 给三个人 带着他们 出了结界 先往旧近的城镇而去 殷向华和杜凡两人 在林子里面 什么也没有 就连身上的衣服 也是从别人那里得来的 因此 一进城 他便各给了两人 一个乾坤袋 让他们去买些 常用到的东西 傍晚时 我们在前面那家酒楼会合 他指了指前面的酒楼 交代了几句话 便先离开 打算找当地炎店的势力 打听一下目前天原宫的情况 在城中转了一圈后 他的目光落在了一处阁楼中 清风楼 他想起了那一次 灰狼被扔到这里来的经历 不由地露出一抹笑容来 微顿了一下 便迈步走了进去 这位公子 天色还早 我们楼还没开始做生意呢 懒洋洋地躺在卧榻上的男子 连眼睛都没睁开 便在说着 凤九看了那一男子一眼 一身紫色衣袍 腰间欲坠 垂落身侧 脸上盖着一本书 身边还站着两名 一模一样的双身护卫 仍想 听到这话 躺着的人一动 盖在脸上的书滑了下来 凤九瞥了过去 上面画着的小黄图 看他的嘴角一抽 大白天的看小黄叔 也难怪是开小关管的人呢 仍想睁开眼睛 朝来人瞥了一眼 这一眼直接跃了起来 眼睛发亮地围着凤九 嘖嘖地说着 这不是把我们家主子迷得神魂颠倒的诡异吗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还知道我在这里开着清风楼 我听灰狼提起过 这小关管是你在管的 正好路过这里 就进来看看 难得来一趟 怎么也得请你喝杯水酒 走走走 后面有庭院 好 他点了下头 跟着他往后面而去 来到后面的一处庭院中 两人在院中的桌边坐下 到这里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 不错 我来是想打听一下天元宫的消息 天元宫 这股势力最近在青藤闹得很大 不过他们分成两派 一直在内斗 不少势力已经盯上他们了 怎么 你对这股势力感兴趣 可以这么说吧 这势力现在有些乱 而且其中一派的人手段凶残 引起不少世家和势力的不满 我昨天刚接到消息 说其中一伙反派的势力盯上了百岁山 不过 那百岁山是一个小型家族所有 那个家族 也是世代在那里扎根的 不过看样子 他们是打算灭族了 天元宫的人玩起来 可比我们炎店的凶残多了 那另一派呢 就由着那一派胡来 那一派的人比较少 据说是以前追随左护法向华的 原本有五六十人的 不过那反派的带头人 是一名原因修士 一直循着机会打杀那一派的人 眼下也就剩下不到二十来人了 我估计就是他们想反抗 也没那个实力 你当真对着势力感兴趣 可要我们帮忙 把你们手头上所掌握的资料 给我就可以了 剩下的我可以处理 也好 不过 如果需要帮忙 可别忘了我 主子可是交代了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让我全力配合 炎店也供你调遣 他眸光微动 想了想 你有他的消息吗 任祥一手拖着下巴 面带笑意 明知故问 谁 当然你主子了 主子 不太好 他摇了摇头 凤九星微提 怎么会不太好 是他身上的千年寒毒发作了 还是因为其他 都有 除了身体之外 他现在情况也不太好 见凤九掩不住的担心 对了 我收到消息 知道你前段时间遇袭了 然后 我把消息给主子传过去了 估计听到你的消息后 他会更担心 凤九瞪起了眼 知道你还传 我又没出什么事情 你把这事传回去 也只会让他担心而已 传回去做什么 那些人本来就是想抓你对付主子 我既然被主子留下来在这面盯着 自然有什么风吹草动 都得向上禀报不是吗 我听说 你跟主子定了十年之约 真打算十年不见呢 你确定你真的不是女人 怎么比女人还要八卦 我就好奇 十年的时间太长 会发生什么无法估计的事情 也不是没可能的 要是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到时就怕你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哭了 我老实跟你说吧 我家主子可是很抢手的 能被抢走的我都不稀罕 所以你还是少为我们操心了 好吧 这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我带你逛逛清风楼 我记得你这里是小宫馆吧 是啊 这里什么样的美男都有 想要妖魅的有妖魅的 想要壮汉有壮汉 或者小白脸 各种各样的都有 看到没 还有这样的双生儿 她示意了下身后站着的两名双生护卫 那两人听到这话 五月儿童地看了凤九一眼 而后垂低下头 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日后吧 日后有机会 我会跟你家主子说说 你带我逛清风楼一试的 我相信 她对这个消息 也会很感兴趣啊 其实我是开玩笑的 我知道 我也是开玩笑的 人祥嘴角一抽 这一刻终于知道为何主子会被吃得死死的了 这一刻终于知道灰狼碰上他 怎么会被主子发落到清风楼里来了 最后 人祥只能让人 将天员宫的资料取来交给他 最后亲自送他出了清风楼的楼门 临走时 他问 凤公子 可要我拨几个人给你用哟 不用 我身边自有人可以用 多谢你的资料了 那好 如果日后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让人来找我 好 他回头一笑 这才迈着脚步离开 见天色还早 就没去客栈 而是去了珍宝宣中 打算看看 有没有三人可以用的 称手的兵器 进了里面 他先给向华挑了把配件 又给白小买了把匕首 又挑了包银针 最后也没有见到有类似扇子的兵器 于是找来了掌柜 掌柜 你们这里可有扇子型的法剂 扇子 有 公子稍等一下 我去拿给公子看 掌柜上了二楼 不多时 取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盒子 公子请看 这是一把白玉扇 但这里面有机关的 而且 这还是一柄飞行法剂 除了是攻击型的法剂之外 还有防御之力 因此 价格比较贵 这东西 放在我们楼中 已经有许多年了 就不知公子 觉得如何 凤九取出看了看 点了点头 不错 我要了 掌柜大喜 联王将扇子放进盒子中 给凤九包起来 算好账后 那一包银针 还直接当天头 送给他 来到客栈 他们三人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见他回来 三人站了起来 公子 凤九的目光在几人身上掠过 不错 换身衣服后 也跟换了个人似的 他点了点头 从空间中将东西取出 递给他们 回来时 顺便给你们买的 将就着用吧 当三人接过他递来的东西 一看 不由心头微动 多谢公子 都坐下吧 而后 招来小二上菜 几个人点了一桌子的菜和酒 吃好后 今晚好好休息 明早小白跟我去百岁山 向华 你和杜凡两个人 一对 去联系你以前的手下 召集了人之后 暗中潜伏 到百岁山 等待命令 是 几人硬着 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想着事情 饭后 凤九进入客房休息 向华和杜凡 则出了客栈 打算联系看看 这一带有没有他们的人 次日清晨 凤九跟他们交代了几句话 便带着白小出发 前往百岁山 比起去找天原宫众人的落脚点 他打算先去百岁山那里等着 更方便省事 经过近一天的飞行 到了傍晚时分 两人到了百岁山的山脚处 看着这座山头 凤九有些理解了 为何天原宫的那些人 会盯着这个地方了 不得不说 这地方还真的不累 这周围四面环山 只有这么一个出口 而山底又有些内线 形成如谷一样的地方 周围有山有水 环境清幽 简直就是一个 势力的最佳聚集点 而且空气中 又弥漫着一股烟雾 看起来跟仙境似的 我们怎么进去 这地方应该是私人的吧 估计进去又被抓了 你说里面会不会有埋伏 文言 凤九额头划过几道黑线 你若以前也有这么小心 估计也不会被人活埋了 可这地方你看 怎么怪怪的 正常来说家族选址 都应该在繁华地段吧 至少我们家就这样 可这里呢 你看 这白天看着还好 到了晚上 我估计就有点 神人了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只光顾着 拿天原宫的资料 倒是忘了问 这个家族的信息了 只听说是一个小家族 不太入流 不过 这家族的地方 选在这里 还真有些奇怪啊 是吧 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一整个山头 就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一个家族 还真是诡异 白晓说着 见天色暗了下来 不由问 公子 我们要进去呢 还是先在外面 找个地方落脚 当然进去啊 不进去我们来干什么 他说着 看了看天色 天也快黑了 我们倒是可以进去说 是借宿的 说着 他迈不往里面走去 身后的白晓 健壮 也只能跟上 两人一路 往里面走着 走过前面的路后 进入里面 一点的地方 凤九 不由停下脚步 怎么了 怎么不走啊 有阵法 他扫了周围一眼 目光落在脚下的路上 从这个地方开始 就被布了阵法 而且 这阵法还不是一般的 弥宗阵 他抬眸看向前方 眼底浮现了一抹身思 这个家族 真的只是一个小家族 跟在旁边的白晓 见他想着事情 也没有打扰他 而是朝周围看了看 也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他仿佛看到 有人在不远处 飘过一样 可再看去 却又消失不见了 难道说眼花了 什么眼花 我刚好像看到有人 有人 不可能啊 这周围除了我们两个 没别人的气息 这里面有迷雾 估计是你看错了 你跟紧我 也在阵法中走失了 这个弥宗阵 是会变化的 好我知道了 他应了一声 紧跟在他的身边 凤九熟悉阵法 因此 带着白晓在阵中走着 倒也没出什么乱子 只是 当两人走出那弥宗阵时 正要朝前面走去之际 一个声音 突然在两人耳边响起 两位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凤九一正 瞬间回头 只见左侧之处的迷雾中 若隐若现地出现了一抹身影 那人一身黑袍 整个人都包在黑色的衣袍当中 一双眼睛 如同一汪没有活力的死水 阴沉沉的 让人看了不由头微颤 你 你身是鬼 那人的目光 落在白晓身上 掠过 只落在凤九的身上 回去吧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 前辈 我们来此并无恶意 只是想来给贵府提个请 送个消息 说 不知前辈 可有听说过天原宫 那黑袍人应了一声 就没下文了 健壮 凤九便简单地将天原宫的人 打算占领百岁山一事 告知 最后 他到 因他们当中 有一名原鹰修士 数名金丹修士 以及众多住击修士 我在得知后 才想过来提醒一声 如果府中实力不允许 请尽快避一避 多谢了 你们可以走了 告辞 那黑袍人 看着两人走进那阵法中 不多时 身影消失在眼前 这才转身离去 带着白晓离开的凤九 走在阵中 却是心思微动 原本倒没觉得什么 可来到这里后 尤其是看到那黑袍人之后 越发觉得 这个百岁山上的家族 非同寻常 只怕 根本就不是什么小家族 我们就先走了 白晓回头看了看 那个诡异的人不见了 那种危险的气息 也消失了 嗯 这个地方不太对劲 不能再进去了 他说着 带他出了阵法 来到山脚下 我们在这山下 等向花他们 这地方 不能进去 刚才那儿是不是很厉害 他一出现 我浑身寒毛都起来了 不是他一出现 你寒毛就竖起来了 而是里面 本身就寒气较重 而且天色每按下一分 阴寒之气就重一分 所以我估计 里面应该有脏东西 这 什么 脏东西 就那种 轻飘飘的 回头 我让人查一下这地方的消息 这样吧 你进城里等我 我在这里等向花他们 等到他们之后 再进城去找你 对了 你拿着这个 去城中找一家商铺上 有这块令牌上图案的 然后 跟他们有百思山的资料 让我先走 那你怎么办 这地方这么危险 你一个人能行吗 放心吧 我不进去 你赶紧走吧 趁着天黑之前 进城 那好吧 反正我战斗力不行 也帮不了你什么 在这也是拖你后腿 我进城里 第一家客栈等你们 你们到时候 去那找我就行了 白小说着 一边将令牌收好 往城中的方向而去 凤九看着他离开后 回头看了那 充满诡异的山头 他也离开了这里 来到山道边 树上 找了个地方 等着向花他们 这一天夜里 向花他们没出现 天原宫的那一伙人 也没出现 但他注意到 那百岁山 似乎有什么光在飘动 随着夜色的加深 也隐隐有着 细细的诡异声音传出 第二天白天 一切如常 那百岁山 看着就跟普通的山头一样 他注意到 偶尔有一些砍柴和采药的人 误入那山之后 在里面转了一圈后 又平安地走了出来 第二天夜里 四处依旧寂静 隐隐似有阴冷之气 在空气中弥散而开 夜里似乎也很平静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然而 直到第三天 那天原宫的人 在那名原英修士的带领下而来 满满的约有近百人 一个个身上弥漫着凶残之息 大步地走向了那座百岁山 看到那近百人走了进去 他眸色微动 又等了约莫半炷香的时间 就见向华和杜凡两人 带着二十来人到来 因此 他提气一跃 来到山道之间 公子 两人来到他的身边 向华给他介绍 他们都是天原宫的人 也是我找到的兄弟们 我已经将公子 是公主徒儿的身份 跟他们说了 他们都愿意跟随柱子 见到公子 既然人都来了 那就走吧 说着 便迈着步往城中走去 听见他这话的众人 却是一证 公子 他们进了百岁山 我们不进去 其中一人问 不进去 他脚步没停 头也不回 后面的人皱了皱眉 语气不太好 那我们来这里做什么 你 这是在质问我吗 公子 阿强不是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问 为什么咱不进去 难道咱们来这里 不是为了阻止他们 胡乱杀人 强行占地吗 放肆 主子的话服从就是 哪有这么多的为什么 我们听相互法说 公子是公主的徒儿 才更爱的 想来公子应该不凡 只是没想到 见到后 略有失望 公子莫非是看他们 人多势众就怕了 不敢跟他们斗了 若是这样 说什么重整天元宫 说什么重整天元宫的威名 凤九没去理会他 而是将目光 落在向华身上 这就是你带来的人 向华微垂低下头 对不起 公子 什么样的解释 都是苍白的 越去了 就是越去了 当下 他上前抬脚一踹 将那名中年男子 暗跪在地上 对不起 公子 什么样的解释 都是苍白的 越去了 就是越去了 当下 他上前抬脚一踹 将那名中年男子 暗跪在地上 向公子道歉 那中年男子挣扎着 小子 你放开我 你个小子 还当不起我这跪 看到这一幕 凤九笑了 是一等 放开他 向华看了他一眼 这才松开手 让那人站起来 谁知 他一站起来 居然挥拳就朝凤九席去 口中怒喝着 我倒要灵教一下 到底记上宗主多少的本事 阿翔 你 你住手 向华 你就看着吧 你说你带咱们来追随 这么一个小子 怎么也得让咱们看看 他有何本事 这样的人 当真配手持轻封剑 成为咱们的公主 不错 我也想看看 他到底有几斤几两 向来都只有我看别人够不够格 还从没有人敢看我够不够格 跟我动手 你还远远没那个资格 他手中一枚银针弹出 咻的一声射入了那名中年男子的身体穴道 只是一针 并让他整个人砰的一声 倒了下去 其他人一惊 正要上前之时 却听凤九的声音传出 不是想进去吗 我就让你进去 他看向一旁的杜凡 把人给我丢进去 是 杜凡应了一声 提起那倒在地上的人 朝山上掠去 看身后的众人见此 一个个柱着梅 面色不善地盯着凤九看 约莫一炷香的时间 杜凡才走了出来 只是这时的他神色带着几分古怪 他来到凤九面前拱手道 叔子 人已经丢进去了 凤九看着他们 你们也可以进去 声音一落 转身便走 杜凡则跟在他的身后 向华健壮 看了他们一眼 摇了摇头 也连忙跟着凤九离开 那二十人见此 一个个黑沉着脸 我就是一个小子 也太狂了 这样一个人 让我们跟随他 简直不知所谓 我们走 他们说着 一个个转身朝山上而去 对于这个初始的少年 他们本就没打算以命相随 如今更是觉得 他不值得他们跟随 夜色正深 百岁山上 依旧静悄悄的 只有那深处仿佛有人家 隐隐又灯火跃动着 跟着凤九往城中而去的杜凡 一路上沉默着没有开口 只是不时地看向凤九 朱子等会知道这地方诡异 怎会知道 他们进去了 就是有进不出 难道 他已先探过路 可 若真探过路 他怎么还能好端端地走出来 公子 他们进去 还能出来吗 沉默良久的向华 看向一袭红衣的凤九 那就得看他们的本事了 向华心头一沉 看他们的本事 怎么说是凶多吉少啊 那地方 到底有何诡异之处 能让他不去涉足 甚至说出这句话来 一路无言 直到客栈 在客栈门口 足足等了三天的白晓 一看到他们回来 当下扬了扬手 喊着 公子 公子 我在这里 在这里 他一边跑了过去 来到凤九的身边 上下看了看 没事吧 你这么多天不回来 我以为你让鬼脱了 脱了你也不会脱我 他笑骂着 在他的脑袋上 敲了一下 资料呢 走到天就送来了 进去说 他笑着点头 走了进去 来到他定下的厢房 而后面 一路跟着进来的向华 听到白晓的话后 目光不由一缩 他落后了一步 拉住了杜凡 杜凡 你进过里面 这里面是不是真的 我没遇见 不过里面 确实不能进 而且还布了阵法 若不是我熟悉阵法 这个阵 我只怕也走不出来 说到这里 他微顿了一下 相处了一路 主子的性格 你应该也了解些 那些人是自寻死路 愿不得主子半分 你最好还是别失了分寸 别忘了 你是怎么走出那里的 放心 我记得清楚次 两人没再提 而是上了楼 进了那厢房 四日清晨 凤九在楼下吃着东西 另一桌上 白晓和向华两人 坐着喝茶 而过了一会儿 出去打听消息的杜凡 走了进来 主子 那些进山的没一个 再出来 都在里面了 嗯 他应了一声 脑海则在想着 这个家族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资料上所写 也只是一些猜测 和一些较浅的事情 事关里面的事情 却是半点都没有提到 甚至 从没有人见过 那个家族的人 走出百岁山 有人让我把这个 交给你 一个七八岁的小孩 跑了进来 还没靠近凤九 就让杜凡给拦下了 让他过来 凤九示意着 让他退到一旁去 有人让我把这个给你 小孩来到凤九面前 递出了一样东西 目光却直勾勾的 盯着桌上的点心 咽了咽口水 见此 凤九接过那东西 一边让小二 装了些点心 一边问 这东西 是谁给你的 一个穿黑衣服的人 他说交给 穿红衣服的大哥哥 凤九打开看了一下 当看到那类似 情帖一样的内容时 眸光微动 公子 点心装好了 小二拿着点心过来 凤九接过 递给那小孩 给你 谢谢 小孩欣喜地道谢 接过装好的点心 快步跑了出去 他一手拿着那红色的帖子 一手在桌面上轻敲 神情若有所思地看着外面 他没开口 旁边三人也没敢问 最后还是白小忍不住 公子 那是什么 百岁山里的那个家族 送来的请帖 说什么傍晚设了宴 请我们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住这 白小愣愣地问着 而后嘀呼 不会知 暗中跟着我们吧 无端地送请帖来 我觉得绝非好事 杜凡说着 哦 那你说说 他们怎么会送这东西来 就可能 是盯上主子了 哼 送了请帖来 也不见得我就得去吧 只是 怎么会盯上我了呢 我倒是有些好奇 木子 还是不要去的好 那地方都是鬼 去了很可能出不来的 紧张什么 我又没说去 那 把这帖子丢了吧 他站了起来 转身就回了房 凤九在房中修炼 向华和杜凡 便守在楼下 而白小则说 出去买点东西 然而 直到傍晚时分 也不见他回来 两人觉得不对劲 一人留守 一人出去找 可找了一圈 也没能找到人 最后 这才敲响了 凤九的房门 打开房门的凤九 神色还带着 一丝刚睡醒的慵懒 怎么了 柱子 白小不见了 杜凡开口说着 不见了 什么意思 中午时 他是出去买东西 就回来 谁知一直到现在 也不见人 我出去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 四下问了下 也没消息 杜凡眉头微凝 我还到城门那里问了一下 只是守城的人说 近处人太多 没印象 凤九走了出来 往楼下走去 来到客栈外 看了看天色 眸光微动 公子觉得 是百岁山的人 抓了他 向华问着 凤九看向他 除了这个 难道还会有其他 看来是担心我不去 才将小白给抓了 这么非要我去的 目的是什么 现在天色快暗了 柱子 我们是否要去 杜凡问着 目光落在他身上 去 怎么能不去 既然都动用到 抓人来威胁 我一定要去了 我不去 他们又岂会 甚把甘休 他声音微冷 对两人道 你们两个就留下吧 柱子 我跟你去 我也去 向华也开口 看着他道 没理由公子去了 我们却留在这里 而且 我也想去看看 他们是死了 还是活着 见此 他瞥了两人一眼 那就走吧 声音一落 带着两人 往百岁山而去 当他们来到百岁山时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再要上山时 杜凡点起了火照路 空气中依旧是那种 阴森森的气息 时而一阵阴风吹来 让人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而走在前面的凤酒 却神色如常 鬼魅而已 他又不是没碰到过 一个飘忽的声音 在夜色中伴随着一阵阴风传来 如同鬼嚎一般 在三人耳边响起 悠悠地回荡着 那声音还没落下 又听周围的树木草丛 发出沙沙的声音 如同有人在行走一样 却又看不见人有 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脚步声 在三人身后响起 杂乱而清晰 走到后面的向滑虎目一动 拔出利剑朝身后横扫而去 撞神弄鬼 伴随着灵力渐气的席出 似有惊慌的声音传出 这片咻的一声气流 在夜色中滑开 身后的脚步声再次消失 仿佛不曾出现过一样 然而那脚步声消失后 空气中却又隐隐传来 诡异的笑声 那笑声游远极近 直到好似就停落在 他们身边一样 突然间 一抹白色幽魂 飘荡在凤九的面前 惨白的脸色 披散而落的黑发 遮住了他的半边脸 那双眼 透着诡异圣人的清光 盯着凤九 你们认识路吗 没关系 我认识路 我给你们带路吧 悠悠的话语 带着圣人的森寒之气传出 只是刚落下就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那尖锐的惨叫声 几乎就在那一瞬间 划破了夜色 打破了这里面的森寒气息 杜凡和向华两人 看到那突然出现在凤九身前的那抹骇人的白色鬼魂石 更是吓得心头一提 正要开口大喝出声 却见凤九手掌一番 一蹴火焰就那样错步及防的 将那抹鬼魂烧了个灰飞烟灭 我要进来 还要你带路 凤九手一扬 火焰熄灭 继续迈步往前走去 身后两人不敢逗留 联盟紧跟在她的身后 似乎是她挥手间灭了一个鬼魅 紧接着下来的路上 只除了夜间传来的那些诡异声音之外 倒没有鬼魂再出现在他们身边 就连原先的那些脚步声也没再出现 直到他们走出了那个迷宗阵 来到了里面 看到的却依然是一片在黑暗中弥漫而开的迷雾 只是这些迷雾 隐隐有清幽色的鬼火在跃动着 前面的凤九淡淡地扫了一眼周围 也将那些鬼魅尽收眼底 那杂乱的悠悠叫声回荡在夜空之中 随着夜风飘荡而开 也在这时 前面的那片迷雾仿佛被人拨开了一半 自动向两边收去 出现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夜抹身披黑色斗篷的黑衣人出现在那路上 微微抬头朝凤九看来 请进 那天没仔细打量 如今再一看 凤九才发现这个所谓的黑衣人实则是一名鬼羞 他们跟着那名鬼羞往里面走去 随着他们一路走着 原本昔黑无灯的两旁 亮起了一簇簇绿色鬼火 将那弯弯曲曲的小路照亮着 迷雾之中 隐隐地似乎能看见前面 似有一处府邸 而那府邸看着似就在眼前 可走了有一段距离 也没能走近 前面的鬼羞停下了脚步 推开了那府邸的大门 哭尽无波的声音 从那鬼羞口中传出 我家主人已经备好盛宴 款待几位 凤九抬眸看了一眼 见这府邸上面只写着两个字 卫府 他想 应该是鬼府吧 在那鬼羞的带领下 一路往后面走着 直到来到一处竹林深处 那里摆放着酒宴 林中鬼火做点缀 飘飘浮浮如同放大的萤火虫 在那并排成一排的长桌宴边 白小昏迷着靠睡在椅子上 而那主位之上 则是一名穿着性感红衣的 妖艳女子 这位姐姐 怎么称呼 完颜千华 你呢 我叫凤九 她走上前 便拉开椅子坐下 本以为这百岁山的主人 会是一个糟老头子 没想到 竟是姐姐这样 美貌动人的女子 看到美貌如花的姐姐 倒是让我 惊吓得怒气消了不少 你这张小嘴 就跟抹了蜜似的 姐姐前 姐姐后的 叫得姐姐我呀 心花弄放 我可极少坏人姐姐 姐姐可是第一个 谁让姐姐对眼呢 唉 我也越看你 越觉得顺眼 已经好久没有遇见 像你这么有趣的人了 不仅容貌气质出众 而且也胆色过人 最重要的 是对我胃口 向华和杜凡 以及那名鬼秀 看到两人竟熟络的 有说有笑的聊起来 不忧面面相觑 有些恶然 也有些摸不着头呢 怎么事情跟想象中的 不太一样了 这两人应该是第一回见面吧 怎么这场面 却跟久没见面的姐妹似的 他们站在一旁 看着两人旁若无人 在那里聊着 时而轻笑出声 融合的场面 怎么看都是挺和谐的 只不过那也只是他们两个而已 对于站在一旁的三人来说 那觉得那一幕 极为诡异 因为那两人原本脾气就有些奇怪 可这脾气古怪的两人一碰面 也是一拍即合 哦 这么说 姐姐让我过来 只知道清风剑在我这里 不错 清风剑原本就是上古神剑 据说砍鬼也挺利索的 就不知是否真的 她甚感兴趣地问着 嗯 确实是真 凤九点了下头 说话间 已经取出清风剑 往桌上移放 递到她的面前 姐姐可要一试 那斜倚着的完颜千华剑状 不由敏唇一笑 取过那七星剑套着的清风剑 微脱开一看 一道清芒射出 她戏谑地看向凤九 你就不怕 我拿了不还给你 虽然与姐姐今夜相识 却跟似曾相识一般 从姐姐的气度来看 想必不是清藤国的人 只与姐姐闲聊一会儿 却可以知道 姐姐原想要这清风剑 也就是一时兴趣 我既敢把清风剑 往姐姐面前推 自使相信姐姐 不会就此夺去 我看你呀 是成精了 我的那几个弟弟 可没你这么精灵古怪 那我再告诉姐姐一声 虽然我喜欢做男装打扮 却也非男而身 而是女而身 她朝她眨了下眼睛 狡黠地说着 一听这话 完颜千环还真愣了一下 啊 你的 你的胸呢 说话间 目光直勾勾地落在她平得 不能再平的胸前 神色古怪 这么没料啊 凤九嘴角微抽 瞥见那一旁的向华和杜凡 有些不好意思的垂堤下头 那当然 是比不得姐姐你 那是 她掩着红唇轻笑着 却只亮了一截 清风剑出来看了一眼 便没再动 而是推还给她 收起来吧 清风剑既是上古神剑 自不是什么人都能得 你能得到清风剑 自然是得她认主 我就不打这剑的主意了 因为我发现 你比这剑还要有趣 第一回 有人拿我比剑 真不知 我该哭 还是该笑 这代表 你的魅力 比上古神剑还要大 你当然应该笑了 她坐直了身体 提起酒壶 倒了两杯酒 今天你这妹妹 我是认定了 见此 凤九笑着端起酒杯 姐姐 这一杯 我敬你 说着 仰头一口饮尽 好 完颜千华也笑着举起杯 这杯酒喝了 以后你可就是我 完颜千华的妹妹了 也是一口饮尽 除了那昏睡得跟猪一样的 还打起呼噜来的白小之外 那清醒着的向华和杜凡 已经不知怎么去说 眼前这一幕了 本以为会是一番激战 谁知道最后 竟会成了结败之仪 啊 对儿九妹 那二十来人 还被人吊着呢 你有清风剑于是 也是他们说出来的 以此来换取生级 对于这种出卖背叛的人 原本我是想好好收拾一番 不让他们死得太容易 既然你来了 要不那些人交由你来解决 他们还活着 向华惊喜地看向凤九 公子 凤九眉头微皱 贴了向华一眼 向华 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觉得 对于他们 我还能善待 向华身体一僵 是啊 他们出卖了公子 为求活命将清风剑一事说出 本就已经是死罪 他又能如何求主子救他们一命呢 对于背叛出卖之人 我一向不会手下留情 姐姐 该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这个简单 我的万鬼番 正收集这万鬼 那就再多加他们二十一条鬼魂就好了 我是来者不去的 万鬼番 是那个跟小旗子一样 挥一挥扫一扫就很厉害的那个万鬼番 原来外面那么多的鬼魂是这么个用处的 你听说过 这地方按理说应该没人知道才对 我听说那万鬼番 收集上万个鬼魂的魂力后 可呼风唤雨 让风云变色 总之很厉害就是了 还真没想到 你竟也知道 不过 确实如此 而且 越是厉鬼 威力越大 说话间 他手一动 一只黑色旗子出现在他的手中 你看 他朝凤九示意了一下 而后扬了扬手中的旗子 渐渐外面的鬼魂一支支的飞了进来 咻咻咻地钻进了他的小旗子中 凤九看得心头微震 只见那一抹抹的白色鬼魂从外面飘进来 一头钻进了那只小旗子中 那旗子也不见变大 就小小的一只却涌动着一股 阴寒森冷之气 太厉害了 那么多的鬼都收进去了 姐姐啊 你这旗子可真是个宝贝啊 你一部书宝贝 我还没想到 都认你周妹妹了 岂能不送你点见面礼 她仰手将旗子收起 而后在身上翻了翻 最后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挂饰来 过来一点 她招了招手 凤九起身走上前一步 来到她的面前 就见她将那个挂饰 系在了她的腰间 她看了下 挺精致的一个挂饰 姐姐 这葫芦上面的是什么纹啊 你别小看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可都是宝贝 以后你行走时 如果碰上妖邪之物 就算你看不见 那你腰间这颗小铃铛 也会发出响声 另外啊 这个小葫芦 是九华岁灵桃灵木雕刻而成 又请福禄大师刻了符文的 有这宝贝在啊 任何妖魔鬼怪 都不敢进你的身 而且 你滴入新学任主后 这个小葫芦还可以用来收鬼 普通小鬼进了 三个时辰后就融化成了养分 就算是再厉害的 也顶不住一天 姐姐 谢谢你的礼物 我太喜欢了 喜欢就好 那你是不是也得给姐姐点见面礼啊 见面礼啊 我的法宝都是些不太拿得出手的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估计就只有这个了 她从空间里一下子掏出十瓶药剂来 献宝似的放在她的面前 姐 我还没跟你说 我是药剂师吧 这一些呀 都是我炼制的 你随便拿去用 以后有新的出来的药剂啊 我再给你送来 啊 药剂 完颜千华愣了一下 本没抱多大期望 毕竟她太年轻了 能炼制出什么药剂来呀 然而 当她打开一瓶 闻了闻之后 不由的威恶 看向凤九 你是什么阶段的药剂师啊 高级药剂 完颜千华正了正 张了张嘴 气而愉悦的笑出声来 我是捡了宝了 竟然认了个药剂当妹妹 十几岁的药剂 前途无量啊 她声音一落 拉着她就道 九妹 来来来 姐姐跟你说 你下回就给姐姐炼制瓶 美颜的药剂来 最好是能让容颜 更美丽的 凤九眼睛一亮 姐姐 我早就想调配这个了 我跟你说 药剂在美颜方面呢 还没丹药好 所以我最近都在学炼丹 我找了不下几十种 养颜美肤的灵药了 打算回去后啊 我就去研制 养颜丹 等我炼制出来 就给姐姐送来 来来来 我们回院子里聊 这里夜间太凉了 她挽着她 便往院中而去 交代后面的那名鬼修 照顾好杜凡三人 这一夜 凤九和完颜千华 可说是聊了整整一夜 到了天亮才睡去 好